为了落实长照2.0政策 让国人更了解长照内容 由巡政院中部办公室举办的长照2.0说明会 日前来到了普立镇举办 新议员廖志诚一早也来到现场听取专员的说明 廖医员表示 政府长照政策不仅能够让长者在老年生活过得更健康之外 由于长照西局据点在社区内 在熟悉的环境中 长者们也更愿意走出家门 与大家一起来同乐 每一个厅医员都很高兴 不管是去那儿唱歌 或是做才艺 或是健康操 带动唱 各方面之后 中途吃一顿美食的时候 还有记得带上回 所以说我说厅医员每天在那儿 因为自己争中的厅医员 他们的生活习惯都很知道 以前由建立家庭开始打拼就都熟悉 所以说这样可以保障照顾 所以说有时大人的健康就怕虽然的福气 让我们社区的酒店饭了好 我们的事实去外面 混到做头路 才可以安心 透过这场说明会 让普里镇的乡亲 能够更了解到长照政策的内容 县医员许阿甘 除了感谢政府的用心之外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支持长照2.0的政策 让老人能够得到最好的照护 政府就都有这个基势 要来照顾我们这里的事大人 这就是古早人说 教顾小孩就要脱儿所 我们现在年纪 如果年纪更多的时候 这就是长青大学的同样 我们这里的中备 大家社会也能说 虚虚发虚 真欢喜 来过万年 我想这是政府的美意 也希望大家的乡亲都能了解 都能来享受 这个真正好的福利的政策 副委员潘一泉肯定政府 对于老人福利政策的用心 也希望政府能够做好相关配套政策 让每个社区的长者 都能够受到最好的照护 让他们能够度过快乐的老年生活 记者 陈伟一 普里采访报导